由彰化县文化局主办的 2011彰化国际生活工艺双年展 9月17日至12月4号 在彰化县福星古仓 鹿港艺文馆 鹿港图书艺文中心讲书 15日在福星古仓举办活动记者会 我们在这个地方是 彰化县的福星厢的 福星古仓 那么从9月17日到12月4日 我们办理双年展 让大家看到我手上拿的就是有纸 有日本的作家做的纸的一个包包 里面内容非常丰富 那我们在国外的 还有泰国的作家 还有德国的作家 为你展示很多不同的东西 那么我们国内 有我们鹿港的施金福老师 还有鹿港的黄妈庆老师 也在这里有许多的作品 在这边展示 欢迎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 一起来欣赏 欢迎您来到我们彰化县福星古仓 本来这些技术就是参生和结合 这种的体材就是 我们普通的生活里面的一种 一种创作的体材 我们团团的作法 上扬属于年轻人的雕刻方法 而下水属于老人的雕刻方法 所以我的造型用上扬少年的观念 展示 文化局秘书陈淑雀表示 本次双年展以绿工艺思维与生活创意为主题 营造六个不同主题的生活氛围 在福星古仓 透过王位当代 绿漫游与新世代 幸福生活 自漫活四个主题 并在鹿港图书艺文中心与鹿港艺文馆 透过古老新意 传统文化复兴两个主题 把当代与传统结合 反映在生活工艺的创新实践 欢迎民众踊跃参观 公益频道张华允 鹿港采访报道